大家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在AQS9这个软件中啊 关于元件的属性 元件的属性呢比较多啊 这边老师就没有截图了 但是我把它的属性内容呢都列举出来了啊 那咱们一起来看 这个里面呢 呃原件的属性包括什么呢 呃this target 其实这个我们前面有在案例中用到过 对吧 target就是目标元件啊 this呢就是当前的元件 xy对吧 xy是我们在actual里面 每一个元件拥有的这个坐标值 x就是横轴坐标 那个y呢是就是纵轴的坐标啊 这个wise啊 还有height还有这个 呃这个scroll x和scroll y 呃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wise是指的它的一个宽度啊 然后呢这个height是指的它的一个高度啊 就是每个元件它都有宽高 scroll x和scroll y呢 指的是它的一个呃原件的水平移动距离 和这个垂直移动的距离啊 然后这边有包括它的这个 text啊text是元件的文字啊 比如说某一个句型啊 或者某一个这个图片啊 或者某一个这个文本框 它的文字啊 name呢是元件的命名啊 就是它的名称是什么 top left right和 button呢 是指的是它这个元件的四周的一个呃坐标值 比如说top就是它的顶部的坐标值 然后呢left是它左边的啊 right是右边的啊 button是底部的一个坐标 然后opacity呢是它的一个不透明度啊 不透明度 因为我们设置一个元件的时候 可以设置它的一个呃停中色 以及它的透明度对吧 然后呢rotation是这个 元件对象的一个旋转的角度 因为我们可以设置元件的一个旋转 对吧 比如说旋转30度啊 40度啊之类的啊 那这样的一些属性 我们呃可以怎么来实现呢 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啊那我们进案例一起来看 这个是我们提前给大家准备好的 这个元件里面啊 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预览 点了预览之后呢 哎大家会发现这边有一个动起来 对吧 就你好产品经理啊 然后点它一下 哎它会旋转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点一下提交 大家会发现 它里面的像x坐标 y坐标对吧 呃宽高啊 还有呢 像它的这个呃文本命名啊 以及呢 这个四维 四维就是啊 它的这个 top left right和button啊 这四个呢 值呢 也都显示出来了啊 包括它的一些透明度啊 或者是说这个旋转的角度啊 等等啊 比如说包括我长按它 哎 注意看 这边老师做了一个操作啊 是长按 长按的话呢 我会让它的这个尺寸改变一下 哎 大家会发现提交的时候 它的宽度 对吧 然后呢 它的这个高度值啊 这个 呃在变啊 这个高度值可能设置的时候有点问题 因为它的高度其实是刚刚是变了的 对吧 啊 我们可以刷新一下 因为它最开始的高度 你看 目前是25啊 但是呢 我们长按它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这个宽高是变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值我们待会去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呃 包括提交的时候 对吧 旋转的角度肯定是在变的啊 OK 然后下边这个是干嘛呢 下边这个其实是一个中继器在这儿 注意看 我的鼠标哎 去这个移动它的时候 它有一个横向滚动和纵向滚动 横向滚动对应的是这个scrollX啊 纵向滚动呢 是scrollY啊 如果我这样纵向拖动它的时候 哎 大家会发现 纵向滚动的这个值在变啊 横向拖动的时候呢 哎 它的这个横向滚动的值也在变啊 OK 所以这就是呃 它的这样一个 这几个属性吧 啊 包括这个呃 透明度对吧 旋转啊 也是呃 在这边有有涉及到 对吧 OK 那这几个值我们在这个actual里面怎么去设置的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啊 首先咱们来检查一下这个高度的这个值 为什么有问题啊 高度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啊 是这个lvare点这个height对吧 原件啊 我们获取到的 获取到的这个原件是错的 获取到的是这个输入这个输入框的高度啊 所以我们要给它改成这个啊 把这个值物变量改成这个啊 产品经理换引你对吧 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重新去检查一下啊 刷新对吧 然后看一下这个高度对不对 哎 这次就正确了 是170对吧 然后呢 我长按它 长按它的时候 它的高度变了 对吧 再再次提交 哎 它的高度和这个就会改变啊 包括这个文本呢 是它里面的文本啊 它的命名呢 是这个原件的名字 对吧 OK 那我们一起来设置一下 把这个动作呢 就都先给它干掉 然后动起来的这个 这个操作 其实可以不去删除啊 就是我现在有两个动作 就是按这个动起来 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让这个元件啊 它的这个 嗯 就是单击一下 让它旋转 然后呢 如果是长按的时候呢 我们去设置它的一个呃 这个设置它的一个尺寸啊 然后那我们来写一下这个提交的动作啊 包括这个地方啊 这个这个呃 动态面板 它的一个动作的话呢 我们也给它先删掉 待会儿来来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啊 提交的时候 对吧 我们要去获取 把它的元件的一些属性啊 就是x坐标 y坐标 对吧 这个宽高啊 还有这个呃 这个文本的文字啊 它的这个对象的名称啊 啊 它的一些边界啊 啊 我们都给它获取过来啊 那怎么做呢 就是单击的时候 对吧 我们去给这些输入框设置文字啊 设置文本 谁的文本呢 比如说 这个x坐标的 对吧 选择元件啊 这个x坐标 这个文本框 它的文本是什么呢 我们要获取到 哎 某一个元件 对吧 这就是这个呃 叫做你好产品经理 这样一个举行的 它的一个x坐标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先获取到这个元件啊 通过一个久不变量 获取到谁呢 获取到这个产品经理 欢迎你这个呃 这个元件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去获取它的一个x坐标啊 x坐标 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呃 元件的这个x属性的时候 我们重新演示一下啊 在这边 对吧 我们找到元件 然后有个x啊 点它一下 它会自动的默认形式是z4点x z4代表的是当前元件 对吧 我们明显不是让当前元件 而是要改成这个LVAR1啊 就是呃 这样的一个元件才可以啊 OK 所以呢 这边我们点一下确定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对不对啊 刷新一下 点一下提交 对吧 它的x坐标呢 是531 我们来检查一下 它的x坐标是不是这么这么多 哎 就是的 对吧 531啊 当前的这个坐标 它的轴是在这个位置啊 它其实呃 它显示的这个这个位置就是在当前这个地方啊 就是呃 531的这个位置啊 呃 我们如果如果大家不确定的话呢 其实可以把它旋转一下 旋转一下之后 注意一下 刚刚其实我们这个元件呢 它本身是这样去旋转的啊 就是说旋转的一个角度 对吧 但是它获取到的这个xy坐标呢 其实是它旋转之前的这样一个 比如说531 531则是对应了到这个地方的 它的一个坐标轴啊 OK 呃 然后y坐标对吧 y坐标同样的 我们要设置一个文本啊 谁的文本呢 是这个y坐标的 对吧 给这个输入框设置一个文本啊 这个文本是什么呢 同样的我们要找到这个y 对吧 呃 这边也是一样 它会变成一个z4.y 我们要给它改一下啊 就是获取到谁呢 获取到当前啊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举行 它的这个元件啊 然后呢 给它改成这个LVAR1 对吧 LVAR1 大小写无所谓啊 点一下确定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它的一个坐标值 来刷新一下 看一下效果 点提交 对吧 这个就获取过来了啊 当然你这个去旋转的时候 它的这个坐标是没有变的 因为它这边 针对一些这种旋转的这个元件啊 它是其实是会获取的 是它这个呃 在未旋转之前的啊 这样一个呃 XY的坐标啊 包括它的宽度高度 对吧 那怎么做呢 呃 同样的就是设置文本啊 我们要去设置一个 把这几个都设置完吧 宽度对吧 宽度的这个是谁谁的呢 是这个元件对吧 产品经理 欢迎你这样一个元件 它的宽高啊 宽度呢 是这个YS YS的话 我们把这边改一下LVARE 对吧 然后它的一个宽 然后同样的高度 找到这个输入框 然后呢 给它设置它的文本 文本呢 是这个元件 产品经理 欢迎你这个元件 它的一个高度 它的height LVARE 对吧 设置完宽高之后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文本 和命名也来获取一下 就是 获取 给这个文本框 这个地方 设置它的文本 它的文本是什么呢 就是元件的文本 某一个元件 这个元件 它的这个 点text 对吧 当然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输入点text 是可以的 LVARE 但是呢 同样的 我们其实可以这样 我们再来一个局部变量 前面 因为我们是 大家可能有些已经知道 就是用局部变量 是直接可以获取一个 元件的文字的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这样 就是获取这个元件的文字 然后呢 直接把这个LVARE 插入进来 也是可以的 这边我们放了两行文字 这个大家待会可以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文本框呢 给它稍微的拉高一点 大家待会就看得比较明显 我们直接来试一下吧 刷新 点一下提交 对吧 你好产品经理 然后呢 他的下一行 对吧 其实也是有一个你好产品经理了 他这边 为什么没有分行呢 因为我这边 输入框里面 他是虽然我在 这个函数里面敲了空格 但是他在显示的时候呢 仍然是连着去显示的 这个要解释一下 OK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文本的获取方式呢 其实有这样两种 一个是用他的属性 另外一个呢就直接用举属辨量去获取啊 呃继续他的命名 对吧 命名 呃我们给这个命名的文本框啊 去付一个值啊 就是获取到这个巨型的元件 然后呢 把它的命名啊 弄过来 命名是内蒙 然后把这边Z次改成LVARE 定要确定 对吧 呃包括他的下面的四维透明度旋转 这个旋转 我们也一起做完 添加目标啊 这个四维 这个四维里面就比较多了 对吧 因为有很多个啊 我们来写一下 就是同样是获取当天员 这个这个举行的元件啊 然后呢 他的四维是top 对吧 啊 继续 还有这个left left就是左边啊 top就是上顶部 然后呢 这个嗯 right就是右边 还有呢 一个bottom bottom就是底部 然后把这个LVARE 对吧 啊 我们去替换一下这个里面这个Z 对吧 还有呢 这个Z 还有这个Z 还有这个Z 啊 当然我们为了方便的话呢 中间可以用一个嗯 比如说分号吧 啊 这个封号用一个中文输入法的封号 这样的话呢 比较明显一点 OK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有没有 呃 对不对啊 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哈 呃 因为他这个里面 说实话 呃 在敲一些字符的时候啊 呃 可能有的同学不注意 就把这个呃 小的边框的这个这个括号 给他删掉了啊 这个如果删掉就没有效果了 这个要提前呃 提醒一下大家啊 要确定 然后呢 呃 思维对吧 包括透明度啊 继续 设置这个透明度的文呃文本是什么呢 是这个元件的透明度 对吧 我们要先获取到这个元件 是产品经理 欢迎你这个元件 然后呢 有一个透明度啊 opacity对吧 然后呢 把它复制过来 对吧 OK 你看复制粘贴的这个效果是一直有的哈 呃 呃最后还有一个旋转 好旋转的话呢 同样是设置这个文本 获取到这个产品经理 欢迎你这个元件 然后呢 我们去获取一下他的这个 rotation rotation就是旋转角度 好 然后点击确定 确定 这个位置啊 然后右边的位置 包括他的一个底部的这个这个坐标 对吧 都已经出现了啊 透明度 对吧 然后呢 包括旋转角度啊 呃 这边会发现 他的这个呃 透明度呢 目前是百分之应该是百分之六十三的啊 那这个地方的呃 透明度的值呢 他目前写的是 我们看一下 他写的是一百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刷新对吧 点击提交 哎 透明度是一百 我们来换一个 我们换一个元件去获取一下透明度 看是不是这个透明度 获取起来有问题 呃 这是多少呢 我们给他写一个啊 就是工具 对吧 工具举行啊 然后呢 我们让他换个颜色 比如说这种啊 这种黑色吧 纯黑色 但是呢 我们让他透明度是百分之二十 然后 点提交的时候把它改一下 改成这个工具举行 点确定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元件的本身的原因 刷新 点提交 对吧 呃 说明这个透明度在获取的时候 呃 这个 对象的不透明度这个地方啊 他是这个这个呃 这个内容有一点点小的问题啊 这个呃 回头大家可以自己注意一下 当然因为获取透明度这个值啊 本身他是呃 他的这个用途也没有特别的多哈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剩下的还有两个对吧 就是啊旋转角度这个我们也可以试一下吧 刚刚旋转角度还没有给大家演示啊 我们先让他动一下对吧 然后呢旋转角度哎 三十对吧 OK 然后呢 我们要呃 设置一下他的一个 给大家演示一下关于这个sql x 和sql y啊 就是我们呃 首先要注意一下就是他是滚动的距离 对吧 移动的距离 移动的话就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中继器了啊 sorry 涉及到动态面板 那动态面板在移动的时候呢 是呃 才会出现这个横向滚动和中央滚动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边是怎么样呢 啊 注意一下老师的做法 其实我是在这个呃 添加了一个动态面板 然后呢 在这个动态面板里面添加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圆啊 然后这个圆 我们待会在拖动的时候呢 或者在移动的时候 他的这个呃 就会出现他的一个横向滚动和中央滚动的距离啊 然后这边为什么有滚动条呢 是我这边呃 做了一个操作 是有一个在中继器呃 在中台面板这边啊 啊 右键单机对吧 有一个滚动条啊 把这个呃 写成按需滚动 他就会出现滚动条了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动作 新线交互啊 就是滚动时 对吧 滚动时 我们去设置文本啊 就是横向滚动的距离啊 就是这个文本 这个文本他等于什么呢 他等于的是哎 这个就是这个sqlx 那谁的sqlx呢 就是我们要获取到这个动态面板的元件 动态面板就是这个2对吧 啊 然后呢 把它改成lvare 哎 同样的复制粘贴 好 定下确定 对吧 那呃 纵向滚动的距离呢 也是一样的啊 定下定下目标啊 就是这个滚动距离 纵向的这个啊 然后呢 我们来给他用函数 添加一下 先先获取到这个元件 这个 然后呢 去插入一下 哎 有这个scrolly 把这边的this 同样的是粘贴成这个lvare 定下确定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验证一下效果有没有实现 刷新 对吧 哎 滚动 你看纵向滚动的时候 他的这个滚动距离呢 就是在显示啊 很像滚动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这样拖动 对吧 他的这个滚动距离也出现了啊 那这个东西 这几个函数的 呃 这几个元件的属性啊 啊 元件的这些属性呢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呃 这个里面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个小的案例啊 预览一下 这个案例呢 其实我们之前有带大家做过啊 就是呃 他的一些场景在哪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呃 比如说在一些电商网站 对吧 他的一个左侧导航里面会出现呃 这样的一个导航内容 对吧 鼠标一移入啊 他的这个文字变颜色 然后呢 会带一个蓝色的壁镜条 对吧 那当时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我们的做法是说呃 有一个大矩形 然后你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小矩形 对吧 一个一个的矩形啊 每一个矩形的话呢 他有一个这个鼠标旋停式的效果 对吧 这样去做的啊 那这样的做做法呢 其实呃 是可以的啊 就是呃 但是我们今天呢 就换一种啊 用为了去演示这个元件的啊 几个属性啊 我们呃 来换一种这个思路啊 来看一下啊 这个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呃 我们这边有很多个这个文文标签 对吧 然后呢 他背景色 背景这边有一个小的背景色的这个巨型啊 这个巨型的颜色啊 你看我们先让他不隐藏啊 就是一个蓝色的啊 然后呢 呃 这个这几个文文标签啊 你看都是有 这个动作的 我们把这个动作呢 都给他干掉 或者这样 我们把这个文文标签啊 都拉到一边来 拉到一边来之后呢 啊 我们重新拉几个文文标签就可以了啊 这个文文标这个文文标签呢 第一个叫家用电器 然后后面几个我们也来一起写一下啊 把它 选中 Ctrl C Ctrl V V V 六个 一二三四五六啊 应该是 怎么多 把最后一个 把最后一个拉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大概在这 然后呢 把它们都选中 选中之后 左对起对吧 然后再来一个垂直分布 就可以了啊 其他的文字呢 我们来改一改 直接Ctrl C Ctrl V 对吧 哎 这边就不是这个 是电脑办公 好 复制粘贴过来 然后同样的 这个也是Ctrl C Ctrl V 复制粘贴之后 对吧 那呃 前面的这些动 这些巨型呢 我们就不要了啊 然后这边的这几个巨型 如果大家觉得不好看 我们可以让他呢 嗯 来 这边 来一个巨中对齐 巨中对齐也可以啊 或者是你让他 呃 比如说你想让他们左对齐 对吧 这个把这个拉到这来 然后先让他巨中 完之后让这些左对齐 左侧对齐对吧 啊 文字本身呢 是用巨中的这种形式啊 也是可以的 啊 当然你如果这个里面 这样的话啊 就是 大家会发现他左对齐之后 第一个呢 我们就 因为我们改变了他的宽度 最好呢 是让他 去这个左对齐就行了 啊 好 那做好之后呢 这个蓝色的矩形条 咱不用管 我们现在要 要一个效果 是说鼠标一移入 对吧 他文字要变色 然后呢 这个矩形条也移动到这个位置 对吧 啊 所以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给这些 这个文文标签啊 设置一个鼠标 这个 选中时的 就是选中时的一个效果 不是鼠标选停啊 是选中 对吧 因为我不是 我是让他鼠标一移入 就选中他 对吧 呃 那选中时的效果呢 就改变一下文字颜色啊 比如说让他变白 啊 ok 点确定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考虑交互动作了 是说鼠标一移入 这样一个文文标签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呃 这个里面我们这样吧 把这个几个文文标签呢 都给他拉长一点 都拉到这样 我们都拉到这样一个宽度 为什么拉的这么宽 待会我们来解释一下 原因是 呃 因为如果你的宽度不够的话呢 会导致这个呃 举行在移入的时候 比如你移入到这个位置啊 他可能就显示不出来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移入了之后 我们再让他比如说都来一个阻退期啊 这样就可以了啊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给他添加这个交互实践了 这鼠标移入时对吧 移入时 我们要让这个呃 元件本身要选中对吧 选中选中谁呢 选中一个当天元件 或选中这个家用电器啊 不仅要选中 同时呢 我还要去让这个 让这个呃 巨型对吧 移动到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在哪一个位置呢 大家想 这个位置 他的横坐标 是不是这样一个背景 对吧 这个我们叫我们叫大举行吧 啊 是这个大举行的 Left 对吧 就说这个地方呢 他的坐标啊 呃 是这个大举行的Left啊 他的重坐标呢 他的重坐标是不是当前这个家用电器 他的一个 Top 对吧 OK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哎 我们这边不只要设置选中啊 同时 先移动他的这个位置啊 先移动这个啊 移动谁呢 移动这个背景色 移动他到哪个地方呢 哎 到达一个绝对位置啊 这个绝对位置的啊 这个到达和经过啊 再次强调一下 到达是绝对位置啊 经过呢是相对他本身 目前我们要啊 相对他本身的这个位置呢 啊 去移动啊 绝对位置在在哪里 对吧啊 在我们找一下啊 他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说横坐标是这个大矩形的Left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先获取到这个大矩形 这个大矩形呢 哎 就要他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让他这边可以直接输入哈 就是 呃 LVAR1 点Left 就可以了啊 然后重坐标是什么呢 重坐标是这个家用电器的 这个 呃 Top对吧 顶部的一个坐标啊 所以呢 我们直接是让他移动到哪呢 呃 也是一样的 我们获取一个元件 这个元件呢 就是这个家用电器 然后呢 是 这个 LVAR1 点Top 对吧 Top就是他顶部的这个位置 OK 这样就可以了 移入时 是有这样一个动作对不对 那移出时呢 啊 sorry 这个地方不仅要移动过来 而且要他显示吧 因为目前是隐藏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给他添加一个动作是显示隐藏啊 是要显示这个变景色对吧 哎 显示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是移入的时候对吧 移出的时候还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呀 鼠标移出时 我们是让他这个呃 这个文字取消选中对吧 啊 设置一个选中项啊 是这个家用电器 让他呢 取消选中就是为假啊 同时呢 我们要隐藏这样的一个 呃 这个背景色对吧 要隐藏他 等一下确定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有没有实现 呃 点一下预览吧 哎 一路对吧 就有了啊 移出也就没有了 对吧 但是你下面几个是没有这个动作动作的啊 为什么呢 这个动作我们还没有做 我们把这几个这两个动作啊 Ctrl C 一下 然后呢 复制到这来 复制到这来啊 都给他挨个复制一遍 对吧 啊 那我们复制完之后呢 要给他呃 大概的去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 看是否正确 首先这个设置选中肯定是不正确的 对吧 我们要选中的是这个 手机这个对吧 啊 同时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对不对 这个位置仍然是大举行的这个left 以及呢 哎 这边的纵左标就不对了啊 纵左标应该是手机这个的啊 top对吧 啊 所以这个地方要改一下啊 然后呢 这个设置选中的时候啊 鼠标移出也是不是说让他取消选中 是这个手机取消选中 对吧 啊 所以呢 要改这样三个位置的内容啊 其他几个我们也一起来改一下 电脑办公这边对吧 也是设置电脑办公这个选中啊 然后呢 他的纵左标啊 也是这边要改一下 变成电脑办公的 啊 完之后呢 同样的他的这个鼠标移出时啊 让取消选中也是这个电脑办公取消选中 对吧 啊 然后同样的 我们把最后三个也改一下啊 家具家具啊 这边呢 也是一样 选中家具家具 然后他的这个纵坐标对吧 把我们改成这个家具家具的啊 OK 完之后呢 呃 这边取消选中的时候啊 我们把它变成这个家具家具啊 这样后面两个呢 咱们暂时先不去管他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是否正确啊 就除了最后两个以外啊 刷新一下 对吧 哎 你看效果其实就正确了 但是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可能动作设置有一点点问题啊 隐藏的时候呢 呃 这个可能是老师弄太快了啊 这个隐藏的时候是不是弄错了啊 显示背景色 然后呢 哎 这边你看设置选中的话 那是我们看一下效果是鼠标移出时 让这个手机运营商啊 为假这个地方就不是真了 是假啊 所以呢 呃 为什么他看不见了 是因为他的文字颜色变成了白色 对吧 啊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的 让他这边为假啊 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如果我去改了他的一个呃 这个地方的目标之后 他会默认变成呃这个呃 真啊 不信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就这个地方 呃 咱们先看一下效果有没有正确 哎 以入以入以入对吧 啊 这这四个效果就是正确的了啊 然后呢 为了验证一下咱老师刚刚说的这个 就是说我改了这个地方的目标之后 他的这个色彩选中的这个 这就会默认变成真 我们来试一下 就是首先是这个蓝鞋户外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他改成呃 蓝鞋户外 这个地方呢 因为他本身就是真啊 咱们可能看不到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的纵坐标给他改掉 蓝鞋户外对吧 呃 完之后下边这边对吧 那色彩选中的这边 我们是说鼠标移出的时候 让要让这个地方 蓝鞋户外变成假 对不对 但是注意一下 我改了改成这个蓝鞋户外之后 他这个地方就变成了真 对吧 啊 我们给他呃 切换一下才可以啊 然后这边母婴也是一样的 就是改成母婴电器 呃 完之后呢 这边的纵坐标也稍微给他改一下 好 纵坐标这边我们要获取的元件是母婴玩具 呃 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地方 对吧 要改成母婴玩具 啊 他的职位 甲 这样完成 对吧 最后呢 我们来验证一下效果是否完完全全的正确 看一下 就是 完全正确的了 对吧 那这个里面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这个案例啊 这个案例里面呢 我们应用到了几个点啊 第一个点呢是元件的他的一些属性啊 属性里面的主要是这个left和top的这样一个属性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去呃 在做交互动作的时候是先给第一个这个文文标签添加的动作 然后是把他的动作整体的复制粘贴过去了 对吧 当然复制粘贴过去之后呢 呃 是需要去验证一下就改一下他里面的一些这个目标的 对吧 啊 包括他的一些元件啊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点 就是说当我们呃 把一个动作啊 复制粘贴之后啊 一定要去验证一下是他的这个动作本身呢 是否达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对吧 OK 那关于元件的这个相应的内容啊 和这个案例呢 我们就先讲解到这里啊 这个里面希望大家讲解完之后啊 啊 也可以把刚刚这个内容呢 都去练习一下 好吧 OK 那我们就先讲解到这 好的 谢谢大家